昨天一大堆 我们台湾的媒体 也有跟着跑快讯 重点是都是假的 刚刚说什么解放军机 逼近海峡中线苏三五 国防部立刻发 假的啦 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结果呢 另外一个官媒叫环球网 也发了一个快讯 重点是太搞笑了 裴露馨也不是降落在桃园机场 他就发桃园机场 遭到导弹袭击 防空拦截失败 我刚刚说肉中窜市的招数 请问宇乔老师还有哪几招 我先说啦 这几天那个东部战区 不是有个影片吗 说要埋葬一切来犯之敌 我就想你们要用什么埋葬 用吐口水 经味填海 愚公移山 结果呢 图穷比现 昨天呢 我们就开始陆续发现呢 原来他是用精神战立法 简单来讲呢 想办法呢 让台湾民众精神错乱 想办法呢 让他们觉得呢 这个坐立南安 废寝忘食 这就是他们的埋葬方式 先说啦 昨天晚上我也在友台的现场 那时候主持人就带出了这个议题 真的 但是大家觉得很好笑啊 第一个是秀卿刚才所说的 我们抵近演习了哦 解放军呢 终于做出了某些动作 说千三十五呢 跨越海峡中线 原来乌龙一场 应该是他的尖系列啦 尖十六 尖二十 在ADIZ 你有本事就跨越海峡中线啊 环泰演习啊 现在在进行中哦 国军呢 也沿正以待嘛 所以呢 这目的在哪里呢 出口转内销 让小粉红高潮 原来我们的战机 真的绕啊 台湾飞啊 这是2019年的一个大内宣 结果那时候我们嘲笑他 你的小鸟瞬间化成灰 我们那都还记得 所以第一个 你告诉他 飞越海海中线 是千三数 虎烂 苏海三数 虎烂 接下来是什么呢 这个更好笑的地方 是昨天晚上我们都听到 但先插播 昨天总统府的相关的网站 被网工是平常的200倍嘛 这个等一下可以讲 对对对 阿杰说这个事 这个很好笑嘛 你看这个时间点还蛮妙 这是同一个模板嘛 什么意思呢 各位记得是说 有人去这个 桃园航站的网站 上面的留言 写email说 我要放炸弹 那时候呢 我们就觉得很好笑 人家公开资讯 要降落是松山机场 你说你要去桃园放炸弹 你是那里放鞭炮吗 但你可以发现 这里面是有猫腻的 怎么会有人说 在桃园机场放炸弹 接下来又有个假新闻出来说 我们要用导弹炸桃园机场 然后台湾的这个 所谓的刺猬岛的飞弹 都没有来接下来 所以说桃园机场 被攻击已经瘫痪了 唬烂又是假的 你看前一唬烂 丑一就算了 还丑二嘞 丑二就是呢 桃园机场被攻击